白居易玩完,九成按揭變賦資產 一度因為白居易計劃 而到辣親人的鞠屋第二市場 三個玩完 根據昨日防委會公佈的數據 鞠屋第二市場交投及赤價都打回原形 8月份交投跌至126宗 比6月的高峰494宗 回落超過七成 則如中居屋的黃康山花園 上個月的成交更多要捧彈 樓價方面 亦跌到白表客湧入市場前的水平 好像馬鞍山一樣豐軟 5月時平均10呎5400多元 7月10呎升到6300多元 8月已經跌到5400多元的水平 比高位跌超過1成4 如果買家在高位接貨 做九成按揭 分分鐘變賦資產 白居易遇冷風 專家就叫第二批白表客看定些 我覺得如果還可以 它還有半年的話 我覺得可以等一下 如果比高峰的時候 現在跌了一成 可以跌多一成 我覺得其實差不多可以 我自己都覺得跌兩成還是健康的 個別准買家 或者覺得自己都是買來自住 不看重樓價升跌 專家就不是這樣說了 不要騙自己說自住 因為樓房 樓房有沒有投資功能 他自己要考慮 到香港了 要炒就不會沒有東西炒的 居屋淡靜 公屋實赤就再創新高了 好似香港仔華桂村一個高層四百零幾尺單位 在居屋第二市場以二百二十多萬賣出 實測五千六百元鬆點 以實測計 貴著全港免保地價的公屋 哇